一生机抵达现场 一整排救护车已经待命 将伤患送往医院抢救 以色列当地时间13号 正主导发动无人机空袭 瞄准以色列中部的军事基地 医院内外伤患涌入 根据CN报道 这起空袭至少造成 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还有超过60人受伤 这是真主导近期规模 最大的一场空袭 但恐怕让乙军加大 回击力道 双方冲突短时间内很难平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